可以聽到這次剛才的新北市長 主立論 最新的說法 繼續在地的消息 我們來關心 驚頭來臺南 臺南火車頭附近那裡有公風路 三百二十一項的宿舍群 是日本時代蓋的軍官宿舍 有八十多年的歷史 後來臺南的文化球 暗算買評選 就是團隊在進駐 要來挖化老建物 宿舍好 這台也是宿舍好 連最新的普遙萬也叫做宿舍好 不一樣的車長 車身的內容不一樣 跟我的車站所不一樣 嚴格票價都一樣 這種進行 尚近在年內就會做改變 我們會請台鐵局研議 這些像普悠瑪號 泰魯格號 跟傳統的志強號 在票價上 在服務上因為不一樣 所以我們會研議是不是應該有差別定價 像台北九華連 尚近的一班普悠瑪號只只剩三宿 開不到兩點就夠了 上班的一種的宿舍是花了十八站 只會三點多錢 中有差了點多錢 雖然火力要怎麼調整 當時是市也還不確定 嚴格連人家也認為說 確實是要做調整 因為現在的志強號車廂都蠻舊的 平良心講 因為它都是完全新的設施 照理講它應該是價格上應該要調整 嚴格有人家是認為說 不是更快的車票價起價 如果說普通的志強號能夠降價一點 是對的啦 如果對票價意見這麼多 就代替是說 今年年代正會做通報的檢討 將對車廂的品質 車廂又是大 中性英語票價並且定是上漢 同時兩方兩方也不一樣 在這裡中央部讀